欢迎收看GoldMarkets盘后解析 Gold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今天是1月13号,星期三 我是Eric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澳洲股市的表现 今天领涨是Premium Investment Limited 股票代码是PNV 这是一家投资公司 他们目前的PE值是26.4 每股收益到了0.865 财务表现还算不错 另一方面跌幅最大的是Polynova 代码是PNV 该股已经连续遭到抛售好几天了 贵金属方面 黄金相较于昨天有小幅上涨 来到了1860左右的价位 白银市场也不太活跃 在25.4到25.6之间小幅波动 外汇方面 彭博美元指数价价下跌了0.12% 到89.981 波动也很小 让我们关注一下接下来的重点事件 今晚美国三大芯片巨头 英特尔 英伟达 高通 都会发布2020年第四季度的财报 关注半导体产业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我想专门提一下 英特尔最近连续发布了四款新产品 恰好赶在了财报发布之前 是不是Q4的财报不好看 所以才需要利好消息来支撑股价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这里我也预告一下 中国的12月贸易战 以及美国CPI变动情况都会在明天披露 而拜登上任后的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 也将在美东时间的周四发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想和我们讨论 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微信 GoMarketsAUR或者GoMarketsAU3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-580-602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